新北幼兒園未讀疑允未解 市長侯友宜不在家 出外到雲林聽選舉 該如何找真相 侯市長點名賴清德 一段時間也告訴你 五月十號已經接到八月以後 我們新北市政府 就很積極的配合他們協助 副總統他就搞不清楚 司法是現在政府的 你就拜託他們快離清楚 副總統交代 你們的司法機關 勿妄勿眾把真相弄清楚 把毒物重合來查清楚 要賴副總統好好交代檢方釐清 但副總統能干預司法嗎 侯友宜的說法 讓罰界人士聽了傻眼 我國的副總統只是被位元首 並無相關的實權 那因此副總統不可能指揮 行政院轄下的法務部 進行相關的案件偵辦 只指說賴清德副總統 應該要介入司法 我真的覺得這是威權復辟 毫無法治概念的話 侯友宜的論點被批簡直是法盲 而未讀案至今 他7號在政大鞠躬道歉 炮轟老師居心叵測 11號喊話副總統給個交代 藍因自家人看了都急了 要侯市長先把市政搞定 安內才能攘外 這個基本良心也是一個市政 市長該負的責任 親自坐鎮在新北市政府 第一線展開專案報告 讓所有議員不分藍綠白 通通問到寶 貴毒風暴延燒半個月 藍因也憂心燒還選情 會友宜此時再拋 大家一起扛的招數 向來以探長身份自豪的他 罰指觀念恐怕得重修 三連新聞 黃成博 吳文軒 雲林 泰北報導